我是整个大梁最尊贵、最有钱的女子 皇帝清风的凌玉郡主 未来的太子妃 可是在大婚前一晚 太子为了女史林荣威 要与我退婚 我坐在价值万斤的石榴树下 看着一脸坚定的孟良舟 太子殿下当真要退婚 为了那个婢女 她怒怒看着我 本宫说过,她是女史、十字董礼 并非婢女 哦,见我没再说话 而是专心吃着石榴 孟良舟又开口道 本宫自然会补偿你 到底是一起长大的情分 你想要什么 本宫都会成全 况且 你也不亏 落了个郡主的位分 以你张家的财力 想要娶你的男子数不清 根本不用愁 哦,这次我连眼皮都不愿意再抬了 能忍她到现在 已经是我好脾气了 孟良舟被我这样的态度惹恼了 本宫知道 你伤心难过 但你对本宫这样的态度 已经失了礼数 我抬头看了看她 笑得很温和 来人 念出去 我从小被皇帝宠着长大 是满京城为女们羡慕的对象 大梁首富张家独女 张蓝心 我出生时 我爹和皇帝一起为我取名 皇帝说 蓝好 如山井清风般 自在随性 无拘无束 这是皇帝内心的向往 可以过不被禁锢 不用被定义的一生 我爹说 心好 多金 有钱便不怕万事 这是我爹内心的独白 钱是这世间最宝贵重要的 两人僵持不下 最后相互妥协 我便得了这么一个既雅又俗的名字 说起来 我爹能和皇帝争执 主要是有着资本 两人结识于少年 我爹陪着皇帝读书 骑舍 情同兄弟 先帝轰事后 皇帝被陷害 险些丧命于深山 是我爹不顾安危 救了皇帝出来 后来皇帝刚登基 边境就不安定 可国库空虚 富商们躲着不愿捐钱 我爹官袍一拖 等着 我去给你赚钱 不过两年光景 京城到处都挂着张家的牌匾 我爹把赚的钱全数上缴国库 富商们只能跟随 国库充盈后 皇帝安心地派兵打仗 稳定了边境 可是 我爹不愿意再回朝做官了 他对皇帝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我永远是你的后盾 只要张家在 你就别愁没钱 放手干吧 皇帝含着泪修了运河 修了南方的河堤 阔了北方的河道 万民称颂 在我出生这一年 我爹被封为国殇 势头地位 压住了所有的公侯王爵 皇帝多子 却没女儿 三天两头 派人接我入宫 看我追着皇子们打 皇帝笑得何不拢嘴 对吗 我们兰儿就该这样洒脱 不必学那些贵女端着姿态 对了 虽然在取名这件事情上他们各自妥协了 但皇帝叫我兰儿 我爹叫我心儿 嗯 被这样两个固执的人养大 我不倔强一些 都对不起他们 我从小便喜欢跟着德飞的儿子孟良舟 他是所有皇子里长得最俊朗的 我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就喜欢他 我爹说我这一点随他 看脸 所以他娶了京城第一美女我娘 生下了京城第二美女 我 在我十岁前 孟良舟是很乐意陪着我玩的 我在御花园爬树 他就站在树下小心看着我 我在青泉池里捞鱼 他就顶着大太阳在一旁陪着 下春雨时 我淋着雨在长街上跑 他撑着伞 在后面快不追 我爹说我和他 一个片刻都不愿消停 一个多一分都不愿懂 皇子们大多规矩 这离不开他们母妃的教导 皇后无子 以后皇位传给谁全凭皇帝喜欢 所以妃子们努力地把皇子往六意精通 德才兼备的方向培养 行事作风一副老成模样 在他们的理念里稳住最为重要 孟良舟是老大 也是这些小大人皇子里把这些教导学得最精的 不过也并非所有皇子都如此 贵妃的大儿子 皇子里排老二的孟良辰就活得很自在 我在冬日下过一场大雪后 跑到宫里戏台前准备踩雪时 见到同样小跑的孟良辰 一个和我想法一样 要在整片空地上留下第一个脚印的人 我们俩对视了一眼 冲了过去 我跑不过他 但是在临近戏台时 他得意忘形 不慎摔倒了 我成功地留下了第一枚脚印 兴奋地在雪地里蹦的 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雪 行啊 小丫头 下次下雪 这儿一定是我的 我对他翻了个白眼 你不过大我两岁而已 也是小孩 不像梁州哥哥 才像个大人 他不屑地冷哼一声 他 无趣极了 自那次后 每每下雪 我都要进宫住 第二天一早 和孟良辰争夺第一枚脚印 他虽然嘴上说得厉害 但总是争不过我 每次在我手舞足蹈时 放下狠话 下次一定赢你 可是一整个冬天过去了 他也没赢过我一次 于是这场争斗 从彩雪变成了锤吊 爬树 赛马 木舍 投壶 但无论怎么换 他都赢不了我 每次我和孟良辰灰头土脸 笑着回来时 孟良州都会皱着眉 快去梳洗 他把规矩刻在了骨子里 和皇家沾亲带骨的 都应该要时刻彰显皇家风范 孟良辰却从来不在意这位大哥的批评 他说孟良州活着像是没有骨血感情的假人 他以为这样端正规矩 父皇就会传位给他 父皇不喜这样死板 我知道孟良辰说得对 皇帝喜欢的 是不被规矩束缚的人 如同他自己年少时一样 乔装打扮去参加民间社会大会 在射箭比赛上拿了第一 那把劣质的弓箭如今还被他珍藏在书房里 如同被皇帝袭击的我 不伤人不触及底线 怎样释放孩子的天性 皇帝都觉得可爱 如同孟良辰 哪怕从树上摔下来一身的伤 皇帝依然赞叹他的勇气 把所有皇子都想要的赤银马送给了他 孟良辰骑在高头大马上 绕着皇城跑了一圈 又骑到了张府门前 骄傲地向我炫耀他的坐骑 父皇送了我一匹宝马 下次赛马定能赢你 我不以为然 我现在去求皇伯伯 不等日落你这匹马便是我的了 孟良辰瞪着眼睛 声音却是有些慌 你敢 我笑着看他 有这功夫 不如多去读几本书吧 听说梁州哥哥如今做的文章连大学士都称赞呢 孟良辰是个不服输的 他哼哼了两声 好 你等着 那以后 我好几个月没见过孟良辰 听说他收了心 在认真读书 又到冬日第一场雪 我小跑到戏台前 远远地就看到了孟良辰 你怎么没踩脚印 给你留着 我男子汉大丈夫 就让你赢一次说完诱道 踩完雪带你去听戏 我写的听到这儿 我可乐意极了 慌忙跳进雪地踩了两脚 就扯着孟良辰衣袖跑 快走 让我开开眼 我们俩抱着手炉窝在雪落轩里 看孟良辰改写的天仙佩 最后一幕是分别 家人回了天庭 才子独留人间 看得我眼泪直流 孟良辰拿来两壶酒 喝点酒 就不哭了 那是我第一次喝酒 醉到不省人事 孟良辰被皇帝满皇宫追着打 但是他说不后悔 你酒量不如我 输我一次 你就会一直记着我 在我十岁的生辰宴上 孟良辰第二次被皇帝揍 他说 为我准备了最好的生辰礼 待我爬到了行宫最高的树上 指向一旁的荷花池 我惊叹 春日里竟已开了荷花 且满池荷花俯瞰下去 竟是一只发簪的模样 我正赞叹不已时 孟良辰拿出来了一只碧玉簪子 我自己打的 好看吧 和荷花发簪 一模一样 我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在华贵的礼物与我而言也都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所谓心意 见我一脸感动 孟良辰开始骄傲地邀功 我引来了温泉里的水 试了好多次 才成功催开了这荷花 怎么样 这次生辰礼 孟良舟的不如我吧 孟良舟送了什么呢 我努力回想 似乎是一盒金珠 又好像是个金像圈 鹤里很多 但都大同小异 于是我只能点点头 你的生辰礼 最好 孟良辰高兴极了 莫 孟良舟她不如我一次 你可要记住了 眼看宴席要开始了 我们俩准备下树 按照我以往的伸手 三两下便能下来 但今日穿了礼服 爬树容易 下树却迈不开腿 下到一半 不慎踩空 竟从树上跌落 虽然没有摔断胳膊腿 但太医说伤着筋骨了 须得静养三个月 这一次 孟良辰没有在到处躲 而是结结实实地挨了皇帝几板子 疼吗 疼吗 孟良辰隔天捂着屁股来看我 我们俩一口同声地问道 问完又一起笑出了声 是不是恨极了我 让你整个春日不得外出 你这样的性子 怎能安定地待三个月 我笑道 若是恨你 又能如何 孟良辰拿出一本书 那我便每日来赔罪 给你解冒 直到太医准许你出门 说完便开始给我读画本资 一会儿捏着嗓子半娇小姐 一会儿端着架子做大将军 从那以后 孟良辰每日来找我 或是讲故事 或是耍枪 或是带来各种时兴的小玩意儿 让我养病的日子欢快了许多 只是孟良辰 一次都没来过 我问过孟良辰 他支支吾吾地说 大哥近日功课忙 父皇看得紧 得空了他病会来看你 我知道 他在骗我 他从不称孟良辰为大哥 我问得多了 他便气了 他有什么好 我不是在这儿陪着你吗 对啊 他有什么好呢 大概就是长得好吧 我可以出门活动的时候 已经剩下了 皇帝带着我爹去南方微服私访 朝堂交给了刚刚十五岁的孟良辰 我开心极了 去向他道贺 我知道这是在考验他是否有资质成为储君 我一路蹦跶着到他的书房 他见到我第一面没有问我好不好 而是皱着眉头 蓝心已经不是小姑娘了 行事作风应当稳重些才是 果然 他还是他 一点都没变 梁舟哥哥 三个月没见 你瞧我长高了没 我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人打断了 我扭头望过去 这才看到在书架旁站着一个眉眼清秀的宫女 大皇子 您要找的资质全策 找到了 现在便要腾血吗 能到书房伺候的都是一等女士 可这个宫女我却从未见过 你是谁 她并未向我行礼问安 而是站着达到 奴婢林荣威 本是行宫负责花草的 得大皇子赏识 如今是大皇子身边的一等女士 宫中等级森严 主资身旁近身伺候的女士们 大多家境清白 而做粗活的婢女们 多数是罪臣家奴 我看着她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 只觉得好笑 冷冷说道 我与大皇子说话时 你如何能插话 既知我身份 又为何不请安行礼 可见 如今虽从婢女生为一等女士了 规矩却没学好 我看你也不必在这儿伺候了 先去跟着嬷嬷学规矩才是 她听到这话 立刻一脸委屈地看向孟良舟 大皇子 奴婢并非不尊重张姑娘 只是记挂着您要找的书 所以才 从小在宫里长大的我 这种手段计两件多了 明明是我在向她问话 可她偏要对着孟良舟说 惹得她心疼 不等孟良舟开口 我已经招手换来几个女士 把她嫁走了 孟良舟见此情景 冷着一张脸看着我 你如今越发任性了 不过一个女士而已 不过一个女士而已 你又何必摆脸色给我看 我赌得孟良舟没话说 足足一个多月不见我 那天以后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为什么要黏着孟良舟呢 或许 因为我是张家的女儿 是要守护大梁江山的张家的女儿 我爹常说 如今虽无力敌之争 但却有力掌之论 陛下当年刀光剑影中被推到皇位上 便是力敌力掌的争斗中 捡了便宜 比他身份尊贵的 比他年长几岁的 都搭了进去 如今太平盛世 皇家少些争斗 于苍生而言适性 我爹担心他故去后 张家后人与皇家再无牵扯 没有人会再像他一样 不计付出的为皇帝、为大梁 所以 我从小就知道 爹爹想让我嫁给储君 想把张家永远和皇族绑在一起 张家才能永久地成为另一个国库 我是爹爹的女儿 我和她一样 希望大梁安稳太平 黄伯伯那么宠我疼我 我更希望他能永无烦恼 到了八十岁还能追着孟良辰打 与我爹和皇帝而言 所有的皇子都一样 在构格勘认储君之位的基础上 争议越小 与朝堂稳定越有利 所以 我从小接触最多的 便是皇长子孟良舟 我只能粘着他 缠着他 只是随着我一点点长大 我发现 虽然孟良舟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男子 但我似乎更喜欢和孟良辰在一起时那种无拘无束肆意洒脱的感觉 我爹不在的这些日子 没人管我 我便越发自有 这日 我正在登市街口吃牛肉粉 就看到了同样在放飞自我的贵妃 她坐在我隔壁桌 身旁还跟着两个儿子 孟良辰和孟良泽 然而 贵妃仿佛八百年没见过我一般 我一早就说让辰儿去接你 难得出宫一趟 她偏不 我端着自己的牛肉粉坐在贵妃对面 她不肯有什么关系 到底咱们有缘 我带着贵妃娘撒 吃遍了登市街 肉馄饨 素锅贴 糖糕 千丝粉 冰酥烙 吃得走不动到了 就坐在话船上听曲儿看警 贵妃捏着我肉骨骨的脸颊说道 兰儿 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呢 你要是我的女儿多好 说完独自思考了一阵 哎 做不了女儿便做儿媳 也是好的 兰儿 我这两个儿子 有你看上眼的眉 还不等我回答 又道 尘儿太闹腾 总是害你受伤 你肯定不喜欢 责儿虽只大你十多天 但细心可靠 很会照顾人 等陛下回来 我就去请陛下给你们赐婚 孟良辰一直没说话 听到这儿冷不丁开口 淡淡道 母亲不必如此费心 她喜欢孟良州那个假人 听说前些日子还为了老大叔房里的一个女士吃醋 罚了那女士 怪不得这些日子不理我 难怪你不愿去接兰儿 原来吃醋的那人竟是我儿 贵妃无嘴笑道 孟良辰瞬间红了脸 低声道 她与孟良州如何 与我何干 我吃什么醋 我可是第一次见到孟良辰这样的表情 笑道 怎会与你无关 我日后若是嫁给良州哥哥 你便要称我一生黄长嫂 孟良辰瞪了我一眼 她未必愿意娶你 我凑到她身旁 笑着说道 无妨 只要我喜欢便够了孟良辰看了一眼 撇过头去 柔声道 那样 你会很累 她不会愿意让你蹦着跳着 不喜欢你笑出声 冬日里不许你财雪 夏日里不许你淋雨 你要照着她的模样生活 会很无趣的 而且 她不会费尽心思 只为逗你一笑 说着说着 孟良辰低下头去 我端起一杯茶递给她 可是很多事情 十岁的张兰心可以做 十五岁的张兰心 便不能做了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不能永远这样随心所欲 就像贵妃 性格直爽不喜心计 皇帝也知道她喜欢烟火器 可是没办法 她是拿着金册的贵妃 是两个皇子的生母 她只能在人前装着端庄 也只有皇帝不在时 才能偶尔出宫一趟 那天的晚风很舒服 孟良辰送我回府时 站在马车边红了眼圈 他盯着我看了许久许久 终究什么都没说 皇帝微服私访回来后 孟良辰自请跟着赵大将军去戍边 这个儿子的脾气皇帝是清楚的 便准许他以普通士兵的身份 去边关历练 而我 按照我爹的想法 时不时地跟孟良州见个面 虽然每次他身旁都跟着林荣威 虽然林荣威和他越来越亲密 但我看着内心却毫无波澜 一黄眼四年多过去 入冬时 太后说冬日乏味 皇帝便把我接到宫中住着 每日陪太后说说话 下第一场雪时 我和以往一样 去了戏台 自从孟良辰走后 每年才雪总是少了些乐趣 一路闷着头走到戏台前 便看到了白茫茫的雪地上 留下了一双脚印 小丫头 这次你输了 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在我头顶响起 我抬头望去 在飘飘洒洒的雪中 一个少年坐在戏台屋顶上看着我 是孟良辰 他飞身下来笑着朝我走来 我却鼻头一酸 一滴眼泪滑了出来 这几年他长高了许多 身形也挺拔了许多 只是不似从前白嫩 不过输了一次嘛 也不至于哭呀 我输过那么多次 都没哭过哦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轻垂了他一拳 他笑道 泽泽 你这力道大不如前啊 我记忆中的张兰心出拳 可是快准狠的 我笑着又使劲捶了他一拳 他满意地点点头 对吗 这才是张兰心 和他的这番打闹 让我瞬间回到了四年前 好像一切都没变 不是说年后才回来吗 孟良辰笑得骄傲 谁让我这次打了胜仗呢 被升为戍边大军里最年轻的副将 赵大将军特别准许 让我提前回京 听到这儿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他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 仅仅四年 从普通士兵到副将 其中该有多少心酸 从前高高在上 事事如意的皇子 如今眉眼间都是西北寒风的痕迹 见我哭得厉害 孟良辰一边为我擦泪 一边哄我 想不想去看戏 边关的皮影戏 京城里没见过呢 我们俩又像从前一样 我在雪洛轩看戏 见我看得入神 孟良辰一脸满足 我专门从边关把做皮影戏的师傅带了回来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喜欢 我抱着手炉不住点头 喜欢 喜欢极了 还带了什么给我 孟良辰打开一个小匣子 这是碧玉尔坠子 与我之前送你的发簪是一对 这是缠金丝发钗 这是杨之玉手镯 这是翠菊华盛 我足足做了一年 还好敢在回京前做好了 一一展示过后 孟良辰拿来镜子 卸下了我原本戴着的发饰 把缠金丝发钗和翠菊华盛都别在了我发间 小丫头 这四年欠你的生辰礼 如今都补齐了 孟良辰离京四年 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贵妃抱着她不撒手 说什么也要让她过完年再走 但贵妃的眼泪对孟良辰并没有功效 明年我的吉吉礼 我想看到良辰哥哥 我犹豫了许久 终于说了出来 孟良辰看了我一眼 凑到我跟前笑道 你叫我 良辰哥哥 我点点头 好 小丫头的吉吉礼 若是只有孟良州那样的假人在 肯定无趣 我得留下 帮你热闹热闹 孟良辰这个冬日找到了事情做 负责筹办我的吉吉礼 贵妃拉着我 笑得何不拢嘴 吉吉礼 定要求陛下赐婚才行 不然这一辈子没人能治地祝尘儿 赐婚嘛 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违抗我爹意愿的想法 我约孟良辰到雪洛轩听曲儿 准备了糖炒栗子和冰山楂 泡了一壶蜜枣茶 孟良辰坐在榻边 把鹿皮毯子裹在我身上 这儿冷 偏偏你就喜欢这里 孟良辰只知道我从小爱在冬日来雪洛轩听曲看戏 却并不知为何 小时候爹爹让我送绿豆糕给孟良州 他却嫌我烦 连书房门都不开 我在长街上哭 你便带我来了这儿 说听些小曲儿就能开心许多 那是我第一次见你 我咬着冰山楂说道 孟良辰脸上瞬间有了一层红韵 你 是因为我才喜欢雪洛轩 我递过一颗包好的栗子给他 从前不知道 以为雪洛轩好玩 可明明冬日透风 要裹着厚毯子生着炉火捧着手炉 再喝壶热茶才能舒服一些 并不好玩 现在才明白 因为每次来这儿都是和你一起 所以有趣 才觉得这儿暖和 孟良辰坐在火炉旁 被火光映照着满脸通红 良辰哥哥 明言我吉吉 你能送我一份大礼吗 孟良辰点点头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我要你去求黄伯伯给你封号 我要你娶我做正妃 你可愿意 但是我话说在前 你若娶了我 这一生只能与我一人相思相守 我张岚心的男人 不许爱上其他女人 金尊玉贵的公主也好 青楼红芳的头牌也罢 只能瞧我一人 我认识孟良辰十多年 她都是任性不羁的 今日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紧张 如此不知所措 满脸通红 嘴张着却说不出话 半晌 她猛地到我跟前 半蹲在软榻旁 然而 我定会让你的吉吉里 风光无限 我会让你成为普天之下 最自由洒脱快乐的女子 那日我没有住在宫中 而是连夜回了家 我爹坐在那把皇帝送给他的圈椅上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道 心儿 你要知道 你嫁给哪位皇子 哪位皇子便会是太子 将来的皇帝 我攥着衣袖点点头 女儿知道 我爹叹了口气 当年陛下的兄弟们自相残杀 本是咸云也鹤的陛下不得已被推上了皇位 在其位谋其政 他不得不做一个好皇帝 一辈子把自己禁锢在皇宫中 陛下无敌子 皇子们被教育的都想卯足了进城为太子 唯独良臣 他自由惯了 敢想敢做 他是所有皇子中 最像陛下的 我明白 因为良臣像黄伯伯 在他的身上黄伯伯能看到当年的自己 所以他最不愿立为太子的 就是孟良臣 不希望他像自己一样 最终被困在宫中 我们让你和梁州近一些 也是为着他们兄弟之间能少些争斗 立皇长子为储君 朝堂之上能少些争辩 但既然你不愿 为傅也不抢求你 只是 你应该和良臣说清楚 你作为张家独女 背负的不仅仅是张家 他若愿意为你留在宫中 为傅便去求陛下 为你们赐婚 那一夜我辗转难免 我爹的这番话 在我脑海里过了千百遍 我不想看到孟良臣郁郁寡欢的样子 更不想看到他为了成为储君去强迫自己 端着储君的架子 守着储君的规矩 我喜欢的 是不守规矩 向心而活的孟良臣 若是让他为了与我在一起 而变成他所厌恶的假人 我做不到 没过几日 孟良臣先来找我了 他骑在赤营马上 说带我去郊外冬钓 在边关时 湖面虽结冰了 但冰下仍然有活鱼 我们便凿了洞钓鱼养着讨个乐 孟良臣一边说着 一边凿冰 我牵着赤营马在一旁站着 心里有些慌 总觉得他有话要对我说 他们是冬天的鱼 堕袋 丛种 只知道追着鱼儿去吃 可我 是夏天的鱼 能上钩是因为认准了那钩 孟良臣找好冰窟 架好吊杆 扶着我走到冰面上 兰儿 你爹爹昨日去找父皇 他们说了许多 我在书房外听到了 我孟良臣 认准了你张兰心 哪怕那是明晃晃的钩子 我也情愿被钩住 情愿一辈子留在宫里 说着牵着我的手 又柔声道 更何况与你在一起 我并不是困兽 那一方水缸虽小 但有你在 与我便是万里湖泊 我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 孟良臣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说话的功夫 吊杆冻了 鱼上钩了 我握紧孟良臣的手 走吧 我们去见爹爹 这条鱼 未必就得养在水缸里 我和孟良臣回到府里时 我爹被传召进宫了 我们追到宫里时 皇帝正在书房里和我爹交谈 一旁站着面色凝重的孟良舟和孟良泽 心儿 作为我张家的女儿 家国存亡远比儿女之情重要 你明白吗 看到我和孟良臣一同进来后 我爹率先开口道 出什么事了 孟良臣问道 我爹叹了口气 低声说道 周边蜀国竟然联合起来 一同偷袭我大梁 如今大梁南北受敌 边关急报 已经丢了三座城 那我即刻返回北关 带兵打仗 以我皇子的身份定能鼓舞将士们 孟良臣提议道 黄伯伯点点头 你自是要去的 你回北关和赵大将军一起抗敌 朕亲自率兵南下抵抗其他蜀国 黄伯伯亲去 不能由其他皇子去吗 一直没有说话的我忍不住问道 黄伯伯摇摇头 梁臣在北关本就是副将 公开他的身份后会让将士们士气大增 可是南边两天内接连战败 将士们情绪低落 其他皇子在军中并无威信 恐难服众 唯有朕亲去 才能让大家打起精神来 打赢这场仗 我看了一眼爹爹凝重的表情 就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陛下南下 须得有皇子兼国 梁周是皇长子 此前又兼过国 朝臣们赞誉有加 此次还得梁周来兼国 爹爹接着黄伯伯的话继续说道 此行恐有不测 国不可一日无君 说完 爹爹看了我一眼 孟良臣和孟良周同时看向我 我已经全然明白 国不可一日无君 为避免皇帝不幸遇难皇子们争抢皇位 须得在南下前立下太子 孟良周是皇长子 且此次只能他在京中兼国 如若陛下出世 唯有他可以顺利地接管朝堂 心而 太子需要张家的支持 才能让朝臣们拜扶 最大可能地减少夺敌伤亡 爹爹轻声说道 我僵硬地转身 看向孟良臣 他双眼通红 紧咬着唇眉说话 我闭上眼 依然无法阻挡眼泪流出 心里疼得快要窒息 却无能为力 这是我 是张家目前唯一的选择 别无他法 我被封为灵狱郡主 赐婚给太子孟良周 十六岁以后则其完婚 皇帝率兵南下 我爹不放心 跟着一起去了 孟良臣带兵北上 我在城楼上 看他身穿盔甲意气风发 心里泪流成河 每日我都会拜佛超经 祈求他们平安 孟良周被封为太子后 每日只睡两个时辰 在堆成山的奏章里治国 我未曾去看过他一日 以前我以为和谁成亲都一样 现在才明白 心里有了惦记的人 其他人与我而言不过草木 只是虽然我不情愿 他不积极 却有一人比我们俩都上心 那就是孟良周的生母 德妃 德妃从前是宫里的一名女使 因貌美被先皇赐给了彼时还是王爷的皇帝做妾 生下了长子后 被抬为贵妾 皇帝登基后 孟良周成为了皇长子 他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德妃 在宫中位分仅次于皇后和贵妃 德妃和从小锦衣玉时的贵妃不同 他从不在意自己儿子想的是什么 他眼里只有权力和地位才是最重要的 我坐在贵妃宫里下棋时 被德妃请去小坐 他用雨前龙颈和梅花酥招待我 你们张家什么都有 自是吃惯了好的 只是这梅花酥颇费功夫 虚地采下雪后初开的宫粉梅 碾碎在上锅中 一束梅花也只得一碗精华 而这一碗精华也只能做这么一小盘梅花酥 兰儿可得尝尝 我吃了一口梅花酥 淡淡的梅花香 勉强笑道 谢娘娘好意 很好吃 心里却堵得慌 方才贵妃喝的茶也不过是普通白茶 贵妃笑得很牵强 臣儿和陛下在边关打仗 已经十天了 却并未占据优势 可见这场仗要打很久 冬日粮草衣物都消耗极大 如今宫中省些 将士们才能吃饱穿暖 只是娘娘 这一束的梅花也价值千两白银 吃得一次就没了 我还是没忍住说道 得妃却笑道 兰儿 你是张家的独女 区区千两白银算不得什么 待日后 你成为太子妃 未来成为皇后 便是一碟果汁 价值万两黄金 你也是吃得起担得起的 他以为用钱能讨我的好 却不懂体贴冬日苦战的皇帝 不心疼浴血厮杀的将士 他只想把我巴结住 好让他的儿子能顺利地登上皇位 只可惜 我张兰心向来是不守规矩的 这个梦 我可以让他再多坐一会儿 临近年关 宫中毫无往年的热闹景象 这场仗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了 只勉强守住了现有的城池 已经丢了的城池还未赢回 孟良舟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皇后和贵妃每日忙于削减宫中开销 凑钱支援前线 只有得妃 依旧摆着太子生母的款 娘娘 郡主 你们也不必如此焦虑 如今冬日边关一手南宫正常 等开春了 咱们只等着陛下凯旋 得妃喝着茶悠悠说道 皇后白了她一眼 北关有赵大将军和臣儿在 他们善战 自然不用愁 可南关冬日阴寒 春日潮湿 敌军齐向作战 咱们的马儿还未打仗 便已经受了惊 陛下整日忧思 你却觉得不过是等些日子的事儿 得妃如今很是不服皇后 听到这话便撇过头去 再者 这仗打得越久 需要的粮草和兵器就越多 这些都得花钱 你那雨前龙井 也该停一停了 听到这儿 得妃扭头回道 皇后娘娘这是眼红我周而成了太子 借着薛俭的名头来恪扣我一人 娘娘您不必眼红 早晚您都是圣母皇太后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笑道 得妃娘娘说得对 无论谁做太子 皇后娘娘都是圣母皇太后 又何必眼红呢 得妃立刻笑着看向我 咱们兰儿就爱说笑 太子已定 岂能随意更改 再者说了 你和周儿情深一切 再没有比你们更合适的了 贵妃给我递了个眼色 我借口有事出来 后脚贵妃跟了出来 尘儿给我来信了 她说定会打胜仗 届时带着军功回京 让你等她 贵妃拉着我的手落泪 我鼻头一酸 点点头 我知道 她肯定会回来 刚过完年 边关就来急报 粮食不够了 京中和宫中的存粮 全数运往了边关 可是我算着日子 若是两个月内打不完仗 这些还是不够的 百姓家中以防不测都会被存粮 过完冬后来年春日卖了 只是数量有限 一般收粮 不会想到去百姓家中收 我以高出市价两倍的价格 收了京城及几座大城百姓们家中的存粮 同时承诺 如若以后 家中缺粮 可凭借收粮凭据到张家免费领取过冬粮食 百姓们既能赚钱 又能为朝廷效力 各家都主动卖粮 不出一个月 收购了足够边关再吃三个月的存粮 又派人从其他地方寻来铁匠 加量打造兵器 以备不时之需 果然 开春时 边关来报 还需兵器和存粮 孟良舟急地转圈时 我已经派人将兵器和存粮送往了边关 若没有兰儿 这次的粮草可真是要拖些日子了 贵妃眼中含泪看着我说道 皇后娘娘也一脸赞许 德妃笑道 兰儿是未来的太子妃 自然是为周而着想的 我浅笑道 父亲时常教导我 张家永远效忠于朝廷 这些是身为张家女该做的 可别什么金都往你儿子身上贴 德妃善笑了两声 没再说话 我如此积极卖力要帮的 不是她梦良舟的政绩 而是和良辰和黄伯伯一起 拼命护国的将士 离我积极礼还有十天时 皇后召我入宫 虽说如今边关战事吃紧 但陛下南下前千丁万主 要给你办一个盛大的积极礼 皇后拉着我的手说道 我如今早已没了初冬时那样的期许 盼着在积极礼上父亲会当众宣布我和良辰的婚事 多谢娘娘好意 积极礼我想只和亲友们一句即可 如今父亲和黄伯伯都在边关 请述兰儿实在没有兴致 积极礼在宫中举办 妃嫔们送了许多礼物 德妃捧着孟良舟送的金像圈 舟儿送的这金像圈 与兰儿甚是相配 我笑道 是呢 太子年年送金像圈 为了配这些金像圈 我做了好几身新衣上呢 贵妃捂着嘴笑了会儿 递给我一个匣子 这是本宫寻人为你定做的 整副翠菊头面 我打开匣子 才至和孟良辰送我的十四岁生辰里的翠菊华盛一样 我强忍着眼泪 谢过了贵妃 十五岁吉吉礼 订婚许配的年龄 她送够了我所有她亲手做的首饰 我又有何理由 不等着她回来呢? 作为名义上的太子妃 吉吉礼后 我还是去了趟东宫 刚到书房门前 就听到了林荣威娇滴滴的声音 殿下 郡主好大的威风 如今人人都称赞郡主料事如神 知道未雨绸缪 殿下您辛苦了几个月 她们却瞧不见 孟良舟淡淡道 本宫为国为民 不是做给人瞧的 日子久了 她们自然会看得到 林荣威又道 殿下说日后定会护我周全 可是我听说郡主在皇后跟前 把德妃娘娘的话头都堵了几次 硬是没给德妃娘娘留面子 她仗着身份尊贵 连婆母都敢如此欺辱 更何况我一曲曲女时 说着 竟然抽气了几声 孟良舟的语气立刻软了 你放心 本宫定会护着你 大从那时在行宫看到你在花钱起舞 便觉得你不属于那 后来得知你从前也是娇小姐 只觉得更心疼了 有本宫在 她不会气到你头上 说完叹了口气 你不知道 她从小被浇灌 任性得很 自幼就爱黏着我 有一回她非要送绿豆糕给我吃 我不吃 她便哭 隔天父皇就把我打了一顿 自那以后 她做什么我都得跟在她身后 假装呵护着她 心里却烦透了她身上那股滋风筋 不通诗词不学女德 整日里爬树下河 没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不像你 温柔可人懂规矩 我推开门 两人正在踏上一块抱着 呵 堂堂东宫之主 与一婢女搂搂抱抱 便是有规矩了 被我这么一说 孟良舟脸面上挂不住 板着脸道 贵女可都懂得 偷听无德 不偷听 我怎会知道你如此厌烦我呢 又怎会知道你已与婢女私定终身呢 只是不晓得得妃娘娘知道这些后 太子殿下还能有安生日子过吗 若是给得妃知道这些 只怕要闹得满皇宫不得消停 如今我看到你 只觉得如同看到驱虫一般恶心 只是惦记着黄伯伯 暂且忍你些日子 你若是个聪明的 就知道该怎么做 即使到了如今 我也没想过要与他们二人为敌 没有任何律法规定 她梦良舟必得将我张蓝心捧在手心里 只是虽然我有此心 孟良舟却并未领我的情 似乎是卯足了劲要与我作对 我每日和孟良舟忙着遍寻名医和药草送往边关时 孟良舟忙着为林荣威抬高身价 她封林荣威做了东宫管事 便是连我也要她同意后才能进入东宫 把我张家的颜面狠狠地踩在脚底 不过我不急 我要的就是她把林荣威再往高抬一些 捧得越高 跌得就会越疼 我故意去了趟东宫 按照预想一般被拦在了门外 然后派人不经意间把消息传给了德飞 德飞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带着人风风火火地杀到了东宫 把林荣威带到了私奴库一顿毒打 自小便被德飞严加管教 给予厚望的孟良舟 在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母飞如此欺辱后 心疼不已 当即把林荣威收入房中 做了通房伺候的 但这远远不够 林荣威一如当年的德飞 她想重复德飞的路 赶在太子登基前为她生下第一个儿子 以后位分自然尊贵 而孟良舟不满德飞的严厉教导 已经许久 她的引人稳重 都是为了成为储君而被迫养成的习惯 德飞 自己从女史做到了飞位 却不许自己的儿子和女史往来 也实在是好笑 这三人凑到一块 我只需点把火 就会燃起来 我假意放低姿态 带着林荣威到贵妃宫中一同吃茶 到底已经是太子枕边的人了 早晚是有位分的 那便是姐妹 今日特带来让贵妃娘娘瞧瞧 贵妃笑道 模样倒是好看 是个美人胚子 细细瞧 似乎不输当年的德飞呢 那想必以后也能如德飞娘娘如今这般尊贵 我附和道 只是 德飞当年 好歹失窃 林姑娘如今还没有位分 恐怕日后最多也只是凭贵妃叹息道 德飞被提及了最不愿提起的就是 脸色很难看 林荣威被恭为了日后的尊贵 脸上满是喜悦 两人唯一的共同点 便是同样蠢 都坚定地认为 孟良舟以后会继承皇位 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 所以 德飞断不会留林荣威在东宫 只要她在 就会让德飞想到自己被耻笑的出身 而林荣威 在听完贵妃那番话后 更不会轻易离开孟良舟 这一场戏已经拉开序幕了 我只需安静看戏即可 德飞 德不配位 孟良臣 作为储君 才不配位 林荣威 身为最臣之女 能够免罪在行宫做婢女 以示皇恩 却不思悔改 隐瞒身份 妄图攀附皇子 那日听到孟良舟说林荣威本是娇小姐后 我便觉出不对劲 行宫伺候花草的婢女 连品级都没有 从前却是娇小姐 只可能是罪臣家出来的 我着人去查证后 才知道林荣威的父亲便是十年前查抄的贪官 年年贪污当地的赈灾款 收受贿赂 任由恶霸横行 当地民不聊生 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甚至没人能逃出他管辖的区域 遇到赶上经上奏的 抓回去直接打死 若不是我爹那一年乔装打扮去探访 当地百姓们还不知要受罪多久 自那以后 我爹和黄伯伯每隔一两年 就会去微服私房体察民情 林荣威的父亲被斩首 家眷全部流放 只听说其中一个女儿在流放途中死了 没想到却是拿钱买通了官差 送进了行宫做了婢女 看来林荣威早晚都会想办法勾搭上孟良舟 她的目标不仅仅是荣华富贵 她一次次挑唆孟良舟 为的就是打击我张家 报复我爹当年 查证她父亲 所以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孟良舟坐上皇位 我故意让人传出一张天方 声称这是当年贵妃能生梁子的秘方 果然 林荣威想办法拿到了这张方子 每日琢磨着如何有孕 其实这是张甲运的方子 前三个月会推迟月信 有怀孕的迹象和症状 便是太医也查不出来 三个月以后 月信便会正常 与此同时 我爹来信说 南官不好打 需要给马匹做战甲 武器也要加强 将士们需要借力越制对方向背上作战 国库里的银子恐怕支撑不住 张家的银两也在此前打造兵器购买粮草和药草时花去了许多 我填了许多凭证 让人送去了各大店铺 许诺他们现在捐银两 战后张家的货船和标局 他们可免费使用 同时 日后需要帮助 张家会竭尽全力 这日 我正在清算各家店铺捐赠的银两时 宫中有人来报 林荣威有孕了 皇后冷着脸坐在东宫政厅 一旁是压抑着怒气的德妃 贵妃坐在左边下手 见我来了 马上拉着我的手 开始抹泪 兰儿 你可别气 有什么事自有皇后娘娘为你做主 况且 德妃也在这儿 我相信 她并不会容纳狐妹子这样遭见你 林荣威如今没有名分 却抢在太子妃入主东宫之前有了身孕 传出去于皇家于张家 名声上难听 颜面上挂不住 礼数上不合规矩 把那贱人送去私奴库 没有我的允许 不得放出来 皇后命令道 林荣威哭喊着不愿 正闹着孟良舟冲了进来 护助林荣威道 皇后娘娘 荣威有的是儿臣的第一个孩子 私奴库那种地方 她进去一遭 只怕孩子便保不住了 不等皇后说话 德妃怒吼道 要的就是保不住 让她生下孩子来 你如何给张家交代 如何向你父皇交代 我低头暗喜 德妃总能说出我想听的话 孟良舟看了我一眼 我堂堂太子 做事还须向张家交代 怎么 日后娶了她张兰心 我便不能 那妾了 我抬头看着她笑道 自然是可以 那妾的 但即便太子也该守着礼法 正妻未入门 如何 那妾 不是妾是 林姑娘这孩子生下来连个名分都没有 既如此 又何必生下 林荣威听到这话 口不择言道 当年德妃娘娘不也是女婿吗 怎么她生的 我便生不得 我撇脸去看贵妃 我们两人都在努力憋着笑 林荣威真是每一句话都能精准地踩着我们的期望说 德妃听到这话 冲过去给了林荣威一巴掌 你个下贱胚子 也敢攀比我 我是先皇送给陛下的正经贵妾 生了皇子风妃 一切都合乎礼法 你不遵郡主勾引太子 如今还敢拉踩着我 皇后娘娘仁慈 送你去司奴库留你一条命 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孟良舟看着林荣威一对四 对她的滕溪之情更浓 她横抱着林荣威道 今日东宫不便待客 各位请便 即便日后父皇回来 我不相信她会如此狠心 不要自己孙儿 说完抱着林荣威走了 皇后和德妃气得不住发抖 我和贵妃对视一眼 成了 东宫闭门谢客 林荣威被孟良舟细心呵护着 今日要吃荔枝 明日要吃鲜嫩的和虾 后日又要喝冰梅汤 德妃每日气得跳脚 天天进不去东宫 皇后气得头疼 唯有贵妃和我心满意足 只要我们都不接近她 三个月后 她便是想赖 也赖不到我们身上 三个月后 历秋了 林荣威见红了 林荣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殿下 奴婢自知身份低微 日日被皇后娘娘和德妃娘娘羞辱着 如今孩子没有保住 是奴婢的错 太子对林荣威又愧疚 又心疼 承诺日后 定会给她一个位分 作为补偿 她想给的 大概只是个贵妾 可是我想让她给的 是郑妃的位置 负责为马匹做战甲及兵器的 是贵妃的二儿子孟良泽 在我的暗示下 她还从南关请来了当地的郎中调配驱除湿气的药丸 到了夏日 将士们不适应南方的潮湿 日日精神违靡 根本无力打仗 下第一场冬雪时 孟良泽亲自带着调制好的药丸 战甲 兵器 粮草 及过冬的被褥衣服 去往南关 我坐在戏台前 心里想着孟良辰 魏碧贤 这一年她都是写信给贵妃 在由贵妃向我口述 我在戏台前发呆了许久 正正地踩了两个脚印子 便去了雪洛轩 雪洛轩有一本已经被翻看过很多遍的书 我拿起随手翻了两页 有一段讲翠菊的 说翠菊生长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古人护赠翠菊 以为坚定不移 默默守护的爱 我摸着头上的翠菊华盛 眼泪止不住地流 原来从一开始 她就想好了 会一直守着我 在我十六岁生辰这日 北关传来捷报 大获全胜 孟良辰将直接奔赴南关协同作战 与捷报一起带来的 还有我的生辰礼 按照我的模样剪的皮影 我想起那年她意气风发地回京 带我在雪洛轩看皮影戏 补了我四年的生辰礼 我明白了她的心意 随着北关捷报而来的 实力下时 孟良辰带兵收复了南关丢失的城池 加上有了战甲和调解石器的药丸 将士们士气大增 打得敌军步步败退 到夏制时 南关不仅收复了失地 还与各蜀国重新达成了协议 赶在秋分之前 黄伯伯、孟良辰和我爹就能回来了 我坐了身新衣裳 带着他送我的首饰 早早地跑去城楼等他 大军预计会在正午时到 可不过晨时 我就看到了一匹艳红色的马自远处奔来 扬起一阵尘土 是赤影 马上的人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孟良辰 我奔下城楼 孟良辰已经进了城门 他眉梢多了一道伤疤 脸上还带着尘土 手上更是添了许多细碎的伤痕 我看着心头一疼 落下泪来 孟良辰想替我擦泪 可周围都是朝臣 我看到他低下头硬生生忍住了 郡主一切可好 他颤着声音问道 我点点头 努力控制住眼泪 一切都好 二皇子一路奔波辛苦了 快回宫吧 贵妃娘娘苦等着呢 我在这儿 迎接陛下和爹爹又过了一个时辰 大军才到 黄伯伯和我爹都满脸沧桑 我扑到我爹怀里放声大哭 平安回来就好 平安就好 哭完又抱着黄伯伯继续哭 黄伯伯揉了揉我的头发 谁欺负咱们兰儿了 黄伯伯回来了 有黄伯伯给你做主 谁欺负我了 自然不用我说 向来好脾气的皇后把孟良舟说得一无是处 得非跪在一旁哭 那贱人定能赶走 只求陛下念在太子这一年多的辛劳上 网开一面 孟良舟笔挺地跪在正中间地上 不卑不亢 儿臣喜欢荣威 有什么错? 她是我的女人 怀我的孩子 我护着她 又有何错? 大丈夫 若是连妻儿都护不住 又有何颜面苟活 得非听到这话 几乎晕过去 其而 我爹坐在一旁 几乎笑出了声 太子殿下将一个通房看作妻 那只我心儿于何地 皇帝脸色铁青 将那女子逐出宫去 你若是能改正心思 便可饶你一次 我看了父亲一眼 父亲便接着说道 只要那女子不在 心儿与太子的婚事 一切照旧 但我心儿 绝不与婢女共事一夫 得非哭着抱着孟良舟 我的儿 你快答应你父皇 孟良舟无奈答应 婚期定在了十月初六 我坐在十六树下 和我爹吃蜜瓜 这婚 定是要退的 只是不能由我张家来提 只有太子亲口提退婚 名声受损 群臣才无意义 才能顺利地另立太子 我爹分析道 我点点头 女儿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路已经给她铺好了 我爹看了我一眼 笑道 就你机灵 我拿过一旁的沙锤帮我爹锤背 若是孟良舟是个合格的储君 会体贴百姓关心将士 能把粮草 兵器 药草等问题处理妥当 爹爹还会想要劝说黄伯伯另立太子吗 女儿是否就必须嫁给他了 我爹摇摇头 即便他政务处理得当 也不会继承大统 他如此不在意你 爹爹不会让你嫁给他受委屈 皇子多的是 你看上谁喜欢谁 咱们便推谁做太子 孟良舟的优势不过是长子 加之你从前也喜欢跟着他 可如今 他不把你放在眼里 如此欺辱你 爹爹岂能忍 说完拉着我的手 心儿 是爹爹不对 从前只想着朝堂稳定 没有问过你的意愿 便把你送到了孟良舟身边 孟良舟自己也不争气 在政务上不如孟良则 军事上不如孟良臣 废太子群臣也无话可说 如今 你自己来选 只要你喜欢 他就是未来的君王 林荣威被赶出宫后 孟良舟私下为他置办了宅子 大婚前两日 我带人把林荣威带走了 并且留话给孟良舟 既然日后要与我张兰心成婚 从此便别再想见到林荣威了 我和他只能选一人 孟良舟去张府找人 碰巧听到我爹与赵大将军闲话 如今边关刚刚稳定下来 太子不能动 朝臣和百姓们都看着呢 说到底 张家不过时商 只能委屈我心儿了 便是太子不愿娶他 我又能如何 陛下还在呢 国库需要银子时 我还是得悉数奉上 孟良舟没有进去 而是转身走了 大婚前一日 他来找我 要退婚 我知道 我爹的那番话 他听进去了 并且信了 我坐在价值万斤的石榴树下 看着一脸坚定的孟良舟 太子殿下当真要退婚 为了那个婢女 她怒怒看着我 本宫说过 她是女史 十字董礼 并非婢女 哦 见我没再说话 而是专心吃着石榴 孟良舟又开口道 本宫自然会补偿你 到底是一起长大的情分 你想要什么 本宫都会成全 况且 你也不亏 落了个郡主的名分 以你张家的财力 想要娶你的男子 数不清 根本不用愁 哦 这次我连眼皮都不愿意再抬了 能忍她到现在 已经是我好脾气了 孟良舟被我这样的态度惹恼了 本宫知道 你伤心难过 但你对本宫这样的态度 已经失了礼数 算了 只要你把荣威交出来 本宫既往不救 我抬头看了看她 笑得很温和 来人 撵出去 太子亲自来退婚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 皇帝震怒 孽障 带兵打仗不如你弟弟 治国理事不如你弟弟 偏偏早生了几年 只是这几年 你竟是虚长了 不懂礼数不明是非 为了个贱人 竟要与兰儿退婚 皇帝气得摔了手中的佛珠 孟良舟却不以为然 儿臣不喜欢郡主 何苦耽误她 那太子殿下喜欢谁 贵妃问道 林荣威 孟良舟朗声答道 哦 说起来 昨日臣妾便说 有事要禀报陛下和皇后娘娘 结果给耽搁了 正巧太子殿下也在 臣妾便在这儿说吧 贵妃招招手 两个女士押着林荣威进来了 孟良舟即刻就要过去时 被拦住了 这女子虽说被逐出宫了 到底在宫中犯过事 臣妾协理六宫 自是有权将其捉拿的 当初这女子滑胎时 臣妾就觉得奇怪 好端端地养着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怎么能滑胎呢 便命太医去查证 如今太医来回禀了 原来此女子根本未曾有孕 推迟了月信哄骗太子 陛下若是不信 竟可询问太医 贵妃拿过太医的证词 给皇帝和皇后 皇后怒道 为了上位 竟将太子玩弄于股掌之间 贵妃又道 恐怕她的目的 不只是上位 她一个婢女 能攀附上太子 做个通房 已是极大的福分 何至于哄骗着太子 要与兰儿退婚呢 臣妾百思不得解 按说行宫伺候花草的婢女 哪里懂得诗词歌赋 哪里又能与太子侃侃而谈呢 臣妾便命人去查 这一查 可真是吓坏了 说着贵妃捂着胸口强装镇定 这女子 竟是十年前查抄的贪官临江之女 不知如何混进了宫中 又想法子混到了太子身旁 哄得太子与张家结怨 如此想来 竟是从一开始 便想着要利用太子挑拨张家与陛下的感情 好为他父亲报仇 太子聪慧 不想却识人不清 林荣威没想到他的底细被查得如此清楚 愣在原地说不出话 孟良舟听到这里 张了张嘴 也没有说话 皇帝气急 命人将林荣威乱棍打死 废去孟良舟太子之位 撤销孟良舟与我的婚约 并封我为灵狱公主作为补偿 德妃闻此当场晕了过去 兰儿 黄伯伯为你和良辰赐婚如何 你可愿意在我十七岁生辰宴上 皇帝为我和孟良辰赐婚 孟良辰带着我爬到行宫最高的那棵树上 小丫头 父皇送的生辰礼 你可还满意 我点点头 满意极了 那我送你的 你满意吗 我洋装生气 礼物呢 还没有见到 如何满意 孟良辰打了个口哨 跑来一匹浑身雪白的马 这匹马名叫素雪 是我从北关带回来的 赵大将军缠着我许久 都没能得到它 我一溜烟爬下树 到素雪身旁 正犹豫要怎么驯服它时 它在我跟前秀了秀 竟乖巧地靠在我身旁 它熟悉你的气味 在北关打仗时 我经常抱着你在雪落轩里裹着的那条毛毯 让它闻过几次 它便记住了你的气味 孟良辰解释道 我听到这儿 鼻头一酸 我也日日带着你亲手打得翠菊华胜 孟良辰轻轻拦我入怀 紧紧抱着我 以后 我们不用再赌物思人了 黄伯伯在知道孟良辰送了我素雪马后 便开始惦记 要不 咱们带着两个孩子去微服私访 让兰儿一路骑着马也快活些 我爹自然是赞同的 于是赶在立下时 黄伯伯 我爹 孟良辰和我 带着央求了许久才被允许一起去的贵妃 带了一对暗卫 一起去微服私访 临走时 孟良辰哀声叹气 你们去游山玩水了 这堆成山的奏章却要我一人批阅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储君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孟良辰也在一旁附和 您已经答应父皇和张叔父了 便不能悔改哦 好好坚果 在你热爱的位置上 为百姓们燃烧你的光和热吧 贵妃拍了拍孟良辰的另一边肩膀 不要太惦记母妃 母妃难得出去一趟 这一趟可能三两个月 可能一年半载 你照顾好自己 但母妃回来后 定为你带个貌美的江南女子 充实你的东宫 孟良辰笑得很得体 再不走 我就要跟着去了 听到这话 黄伯伯慌忙牵着贵妃上马车 孟良辰一声架 差点喊破音 我骑着速雪 开心地和孟良辰挥手 等黄嫂回来时 给你多带些好玩意儿 没错 黄伯伯和我爹最终遵从我和孟良辰的意愿 给我们自由 处理政务十分拿手的孟良辰 被立为太子 我爹对此很满意 毕竟他是孟良辰一母同胞的兄弟 那张家从此便是真正的皇亲国妻了 张家的钱 再也不愁皇家用不到了 漫天晚霞下 是我和孟良辰赛马的身影 今日我定会迎你一白亿红良体马 奔着沉沉西洋而去 请不吝点赞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